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的6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二,奥克兰将会是晴见多云的天气,气温在5到15度之间 霍林顿明天是小雨转多云天气,气温5到12度 哈密尔顿明天是晴天,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0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是晴朗天气,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0下1度 黄河珍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10度,最低温是0下2度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残忍性侵留学生亚裔房东将被遣返 一位菲律宾的移民因为强奸了寄宿在自己家里的20岁的留学生 被判超过7年的监禁,并且他将在刑期结束后被遣返 事情发生在2016年,趁着家人睡觉的时候 这名亚裔房东强奸了20岁的受害女生 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天是继续猥亵和性侵他 今年43岁的男性房东在2008年是成为新西兰居民 他在庭审中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不过后来他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忏悔 他说为了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利益 他希望不要被遣返回菲律宾 他说自己每天都在狱中和妻子孩子保持通话 因此他向法庭提起上诉 不过法庭在最近一次决议中拒绝了他的上诉 他将在服刑完毕后被驱逐出境 不过法庭也没有阻止他在未来访问新西兰的权利 好来关注到下一条新闻 住房部长缺席KVBuild峰会 KVBuild峰会今天早上在奥克兰举行 然而主导KVBuild项目的新西兰住房部长 Fail Truffle却缺席了 不过业内人士就表示 Fail Truffle是否出席并不是那么重要 大家更关注的是如何带来实实在在的住房 而不是政治以及虚无缥缈的数字 根据了解 Truffle本来是要出席这一峰会的 但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加 代替Fail Truffle出席峰会的是 住房部的副部长Jenny Salsa 雄心勃勃的KVBuild项目最初是计划 10年建设10万套住房 第一年建设1000套住房 然而建设的进度是远远不及预期 本周KVBuild的政策实施已经是达到一周年了 但是只有119套住房完工 400多套在在建当中 Fail Truffle原来是各种电视节目的常客 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特别的低调 拒绝了多家机构媒体的邀请采访 那么有传言说 下次内阁调整 他很有可能要被剥夺住房部长的职务 有支持人士就表示 Fail Truffle为解决新西兰的住房危机 做了很大的努力 KVBuild项目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它站出来解决问题的勇气 是令人钦佩的值得尊重 和Fail Truffle同样缺席的 还有奥克兰市长Fail Golf 作为KVBuild的主要建设地点 以及峰会的主办城市 市长的缺席 同样也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好来关注到下一条新闻 亚裔教师被白人学生威胁 澳大极右风波越演越烈 奥克兰大学一名教职员工向媒体表示 就在基督城发生恐怖袭击几天之后 一名持极端右翼观点的学生 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校方高层却要求员工对此保持沉默 那么这名教职员工就告诉媒体 这名学生向很多工作人员 发送了具有威胁意味的邮件 还在课堂上打断老师 表达自己对移民和殖民的极端观点 数十名奥克兰大学的学生表示 他们担心这个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校园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会越演越烈 他们也对自身的安全表示担忧 涉事的老师就表示 学校有尽到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 免受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侵害的责任 而奥克兰大学高等教育工会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让员工保持沉默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奥克兰大学的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说 工作人员没有要求被保持沉默 而是被要求尊重调查过程的机密性 这也是标准流程 因为被投诉人也有自己的权益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他们希望教职员工或者是学生 直接向校长去投诉 而不是向媒体投诉 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 再会